大家到海边游玩的时候 看见这种像僧侣帽子模样的生物 可不要上去抚摸 因为戴上它真的可能会立地成佛 这个生物是僧帽水母 它被称为世界上最毒的水母 严格来说 僧帽水母不是一只水母 而是由小个体的水溪体 以及水母体组合起来的群落 僧帽水母在水面上的部分结构叫浮浪体 由充满着液氧化碳氮气等气体的紫蓝色泡泡 以及顶端风帆一般的模状结构组成 僧帽水母凭借着这个部分 漂浮在水面上 乘风波烂航行 僧帽水母的触手能够达到十多米长 以捕捉颜面附近的小鱼为食 触手刺包类含有成分复杂的高分子蛋白质类毒素 碰碰到人类皮肤的瞬间 可以造成如触电般的剧痛 随后皮肤上会浮现红色边痕 严重时可干扰心肺功能 引发休克甚至致死 不过在我国 南平森冒水母仅在福建以兰区域分部 大家碰到的几率不大